那最後的話我推薦兩本我覺得還不錯的書籍 當然坊間有很多類似的書籍 只是因為剛好我去逛書店的時候剛好看到這兩本書我覺得還蠻適合各位 如果可以的話,去圖書館或者在書店稍微找一下 第一本,參考用書的,推薦用書的話 其實看書名你就大概知道了,外行人也能學會的App的企劃法 這本書當然出版的時間有點久遠 不過他主要當然就是針對上UI跟這個UX的相關的事 不過他其實沒有太學術的去表達這些相關的事 他是很針對他實際上的工作案例 提出他的一些看法 一些心得分享 所以他這個簡單的內容簡介 他其實這本書就是 第一個當然是國情很重要 因為不同的 這個環境 像台灣因為 第一個啦,市場比較小 所以你會發現 在台灣的那個 設計的 軟體設計的環境 你就不可能說做得很大 那當然不可能很大的時候呢 有一個問題發生了 就是說 其實跟各位講 大部分的工作 真的 還是很有必要 就是很多時候 真的還是 少數人在完成 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理想上 會是希望說 至少會有 不同的 像四種 像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圖 就是說 至少可以把工作 劃分成四種類型 的人去做啦 比如說像 第一個是美工 第二個是UX 第三個是UI 第四個就是 這個AD OK 那當然呢 你實際上 會是在 國外可能因為企業比較大啦 有這麼多人力 或者是說你可能在大公司 可以分工很細 但是 其實因為在台灣 95%以上都是中小企業 那也就是說很多軟體公司 其實人數也許 甚至都不超過10個人 那你不超過10個人 扣掉老闆 扣掉 會計 那其他人說真的你要能夠 分工這麼細 坦白講 很難 所以現在大部分 要不就是說你偏重在美工啦 所以可能就分了兩類啦 也許是美工 跟那個 UX 也許可以在一起 然後UI跟AD 也許可以在一起 這兩個比較偏程式 這兩個比較偏美工 OK 那當然劃分出來 甚至更厲害的就是說 可能 這三個吧 這一個 跟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這個就同一個人做 那這個美工的話又是另外一個人做 OK 所以呢 當然如果更厲害的話是 4個 全部都通通包了 如果你可以有這麼強的能力的話 說真的 你真的來接案 應該 我想你可能自己創業都可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 我大概看到的 所以 因為這本書是 國人自製的一個APP企劃書 所以他完整剖析 而且搭配一些圖表說明 那也就是說 從 最基本的 因為這本書是入門書 所以他從頭 從一個APP要怎麼樣規劃 然後呢 即便你對於城市 對於美術設計 完全都沒概念沒關係 他就是 基本上比較少講一些專業術語 然後 就是用很淺顯易懂的 文字 讓你可以 很快的企劃出一個APP 將來如果當然呢 你不想要一個APP 太多美工 或者太多城市的話 那其實 像你們這學期所學的這個 App Inventor 其實就可以 達到你要的這個效果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這本書 其實還蠻適合 各位 就是 閱讀的 那裡面的話他 比較特別的 他說可以教你怎麼樣 如何掌握使用者的需求 這個使用者需求有點像 UX的部分 OK 那第二個的話 從競爭對手 身上找出靈感 OK然後第三個的話 跟美 就是美邊 美邊就是 像剛剛提到的有關那個美術設計 然後程式設計做雙向溝通 縮短 製作時間 所以這本書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第二本書的話我要介紹的 就是 這個書名叫做 智慧手機App UI UX UX 設計鐵則 那當然呢 所謂的鐵則就是你一定要 遵守的一些規範 OK 所以如果你想做出 好用的App 跟手機網站 那當然這邊是區分兩個 一個是手機App是一個程式 另外的話就是 網頁 然後網頁的話 其實它不是一個程式 也就是你將來連進去的話 它自動看起來就很像 一個手機使用的一個 畫面 OK 那這是日本人 寫的一本書 所以其實相對的會比較嚴謹 那裡面的話 書上裡面呢 主要 大概有哪一些內容 第一個的話呢 這本書的話呢 它就是先問你幾個問題 你可能要先思考看看 比如說呢 為什麼做出來App 明明很好看 操作流程也很簡單 但是大家為什麼不喜歡 那像這類似的App 其實還蠻多 你們在那個 就是 那個 叫App Store 或者是在Google的Play商店上面 其實也會看到很多類似的App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那再來的話 到底應該怎麼設計 才能讓使用者喜歡你的App 並且持續使用 OK 那這些問題的話 當然 我們都可以從一些 比較熱門的App 其實可以看出一些 這個 一些方向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要能夠成為 剛剛講的這個 不要發生剛剛講的這些問題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要 必須要知道幾件事情 比如說 製作那個App 手機網站的 必備知識 它裡面的話 當然會提到 比如說像剛剛有提到 像這個 RWD 或者是說呢 HTML5 CSS3 跟那個JavaScript 或者是 JQuery 等等的相關知識 當然是你必須要知道的 那還有如何設計好這個 App的手機網站 可能要注意哪些的細節 這些的話呢 在書上其實都有講到 再來的話呢 怎麼樣規劃 手機網站的一些相關流程 比如說第一步 你應該要 先 設計一個 這個功能地圖 然後再來的話 也許就是說 把一些草圖給畫出來 然後跟使用者溝通 確定你的需求 但最終還是要 讓使用者簽名 OK 然後確定說這是他要的 再來的話呢 就是 針對那個iPhone跟Google手機 Android平台 它有哪一些不一樣 可能要比較一下 因為畢竟 最好的App 可以在兩個平台都能夠 通用 是最好的 那以你們現在學的這個App Inventor 他除了有那個Android 就是Google手機的版本之外 其實他 記得去年還是前年 也推出了iOS 就是iPhone的版本 所以這個應該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將來你要試用那個 就是Apple的手機 那也可以 等於是你做一個版本 那兩邊其實都可以把它 就是把它這個 發佈出去 兩邊其實都可以通用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他也比較了一下 這個iPhone跟 Android 就是Google的平台 到底設計有哪一些 重點跟差異 OK 那當然一樣的部分呢 其實就不用講了 最重要是哪邊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 特別去查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兩個版本 都 通吃的話 那就 必須要注意這一點 其他的話 還有一些比如說 這個 專有名詞 還有是UI的元件的意義 用法 還有就是說呢 要怎麼樣打造這個 UI設計 打好這個 UI設計的基礎 那這本書呢 其實都有 有特別詳盡的說明 所以這兩本書的話 推薦給各位 做參考 那 那 所以總結一下 剛剛前面所講的啦 因為剛好 這一次 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 在4月22號 就是上個禮拜五 本來要到 貴校去 幫各位做 做這一場的 這個 經驗分享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我也在台北大學 有授課 然後就是 就是學校有一些疫情 所以變成說 時間上面 音錯陽差 就沒辦法過去 所以呢 那個 趙媚老師 他就請我 看 不然的話就是用那個 錄製影片的方式 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呢 之後的話呢 假如說大家 對於 前面所講的 比如說像那個 這個 跟APP開發的 其實都可以啦 如果各位有一些 相關的問題 當然也可以歡迎 把問題提出來 那將來呢 這個影片 我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YouTube我自己的頻道上面 那如果說各位呢 假如 看了剛剛前面的相關說明 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當然也歡迎你可以在那個YouTube 的影片下方 其實可以留言啦 或者你看完之後 你有其他不一樣的看法 那當然也可以在底下 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那當然呢 這部分的話主要是 希望按 就是把我 在 這 業界的相關的看到的啦 當然不完全 就是我講的 我講的不完全是一個全面性的 但是是從我的角度 所看到的一個 心得分享 所以也許 請各位 就是說 再 再想想看 如果有什麼樣的不同的 看法 那當然歡迎也讓我知道一下 另外的話 還有一點就是 上個學期 其實 張美老師也請我幫忙看一下 你們的最後就是 你們 上個學期 的 這個App的 的這個 作業啦 那我發現 其實有 有些作品其實做的也相當的好 但是呢 共同點 就是說共同的缺點 大概講一下 其實大部分 我發現 都還是有進步空間啦 不過呢 像 上一期那個 課程裡面 有一個 算是 評價最好的 分數打最高的 那其實他們看得出來 非常非常用心 不過呢 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像那個 版面編排 可能像 圖檔啦 美工 好像就是 你們的一些 算是什麼 算是比較大 應該整體性好像對於美工的這一塊 美術設計這一塊 基本上好像就會是你們的 致命傷 就是說 要不就是 圖的解析度不太對 要不就是那個圖 就是選的不好 要不就是說那個 這個大小比例好像有點 錯亂 那可能這部分也許需要用到像Photoshop啦 不過畢竟 那個美工的養成 像我剛剛講的 絕對不是短時間 可以 這個一觸可及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也建議那個 這個茂寧老師 是不是說可以再 加強他們的那個 就是像Photoshop啦 或Illustrator 這部分 比較可惜的 因為看到 幾乎所有的組別 在圖檔的品質跟 相關的 檔案處理好像 都會 比較有一點點 狀況 OK 大部分其實 看得出來像 這一組的用心程度 其實是 所有的組別裡面 已經是最好的 但是有這個 就是像美工部分 好像就是比較 比較 稍微差一點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我看到的 像是那個 後續的延伸性 因為畢竟 未來可能AI的部分 慢慢會導入 所以其實像剛剛提到有關UX 使用者體驗這個部分 其實未來如果可以再把AI的 像機器學習啦 或者是像深度學習 把它結合進來的話 相信對於那個使用者的 這個體驗上面會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加入像一些 機器學習 或深度學習的 一些概念的話 那你會發現 好處就是說 可以讓你的這個APP程式 自動可以修正一些問題 或者說可以記錄一些使用者的一些 使用習慣 而不會說每次一進來 習慣這個 做完下一次又要重新設定一遍 或者說你之前找過的東西 然後你希望把它記錄 但問題是 你的程式裡面沒有支援這個功能的話 那變成說他每次都要重來一遍 那相對於在使用經驗上面一定會很差 OK 這個的話當然 舉個例子 像那個 以前用Gami的 導航 Gami導航其實蠻好用的 比如說開車的時候 如果用Gami導航真的蠻精確的 但是他有個缺點 就是他沒有AI 也就是說你今天假如導航 他走錯路了 那你修正了 他下一次還是繼續錯 也就是說你怎麼樣 他就會一定是 因為他有點固定的模式了 但是後來你會發現像Google地圖的導航 他為什麼 大家越來越喜歡用 因為他裡面有AI 也就是說你今天比如說你導航 你習慣 假如有一高跟二高 你習慣走二高 那他下一次幫你導航到二高去 真的蠻聰明的 另外的話 像Google地圖裡面 又結合一些像路況的AI 也就是如果前面有塞車 他也會自動提示你說你是不是要換一條路走 然後甚至他還結合有一些像計算時間的功能等等的 也就是說 他也會不斷的在修正他地圖上的一些錯誤 所以如果你今天一個APP 假如說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那相信 在UX使用者體驗上面一定會大大的加分 不過要能夠做到這一點 真的也要蠻花心思的 只是說 將來 各位可以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做出一個 這個APP 讓人家用起來 第一個 感官就是漂亮 那你已經贏了一半了 第二個的話用起來 就是流暢 那你當然又贏了另外的30% 再來的話怎麼RUN 就覺得 都不會有BUG 也不會當機 也不會跳出一些錯誤訊息的話 那基本上已經有90分了 OK 所以這些的話都是值得各位去思考 那未來當然 我剛剛提過的像美工 像AI 或者是說將來 甚至 你們還可以再 把你們做好的APP 如果說你覺得已經接近成熟了 那我是建議 你們也可以在Google的Play商店 上面可以上架 當然你必須要註冊一個開發人員的帳號 我記得好像之前我付了一筆錢 我忘了多少錢 25塊美金還是多少錢 他就有一個永久性帳號 你就可以把你的APP 發佈出去 那另外的話呢 甚至可以開始賺一些廣告金 因為人家download的話 其實他們也會跳廣告 那或者是說啦 甚至有一些慢慢 當然你可以變成你的作品 那將來如果說你想要讓別人知道說你有具備這樣的專業能力的話 或多少你可以慢慢有人找你接案 那當然也是一個方向 除此之外 如果有機會的話 甚至如果你們可以組隊 去報名比賽的話 其實也可以拿很多獎金 因為之前 我遇過很多學生 他們經常去參加比賽 拿獎金 那這個獎金的話 對於他們來說 比打工還優惠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會樂此不疲 反正就是 專門花心思 去參加比賽 這個也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方向 所以 今天的這個 這一場 算是 心得分享 大概就先到這裡 那如果之後的話 各位還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歡迎各位 可以看用其他的方式 再跟我聯繫 當然影片下方可以留言之外 或者你可以Google找一下那個吳老師 或吳老師教學 其實也都可以找到我相關資料 因為 我其實 教學的經驗還算豐富 在 網路上面的文章 跟影片其實也相當的多 OK 所以 如果有一些 需要討論的 那你也可以 再看用什麼方式 再跟我聯繫 OK 那今天的 這個 分享就先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 耐心聆聽 OK謝謝大家 給大家